以下来的时间是回应上一条影片留言给我的网友 虽然我已经回答了你们,但当中觉得有些回应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首先,Loretta 提议这段时间很需要正能量,多谢 谢谢你的留言 Angela Luke 说 莎姐,你的影片很发人心醒,给你100个赞 之前说过自己对看易经的看法有什么启发 我回应了Angela 上次曾经说过,已经启发到我的想法 就是这条影片的0148分钟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Mae Ng 说 莎姐,很想学习Google Map那条骗行程 希望可以下次教一下 我已经发了这条影片 Mae 你可以在这条影片学习行程规划 但稍后我会编排5日4夜的大阪行程 让大家旅行更方便 Mae Ng 说 Sandy 说 Sandy 说 上面的提议很努力 多谢你 Wendy Yip 说 很想做我的朋友 其实我一向都对网友好像朋友一样 因为我很认真回应你们每个留言 即使你只给一个表情符号 我都会很认真回应你们 Mae Ng 说 Mae Ng 说 Mae Ng 说 很想去大阪 其实我每次剪片都很想念大阪 真是 不知何时才可以再去到 我相信应该是大约7月左右吧 我猜 Danny Kwan 说 加油啊 谢谢 你就鼓励了 Adam Kwan 又长知识了 期待你推介这个行程 Adam 你放心 我一定会写 不过最好 除了大阪的行程之外 你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想我去介绍一下行程规划呢? 用Google Map 写出来给大家分享好吗? Jong Tu Jie 你好啊 第一次留言 多谢你的分享 放松一点 香港人 大家听不听到 这是Jong Tu Jie对大家的呼吁 傻海豚 好啊 讲一下大阪行程 我本来5月就去大阪 去不了了 大家被公司扣了 但现在也计算完了 刚刚跳完你介绍的频道 跳到 睡仔圆 我想他想写脚仔圆 这个人很好笑 如果大家有听过 或看过我的直播 这个人周不时都出现 但他每次出现都说些很好笑的东西 这个人我相信他也挺好笑的 希望傻海豚可以多点留言 Ain Ring 就是 好挂住你啊 Me too OK Jong Yu 就说 你的提议很好 Thank you 你留言 Nicole Wong 就说 好好的推介 正极私动 增长知识 OK Thank you 你 增华 好想看行程规划 OK 除了大阪之外 泰国想不想 我都可以写不同的泰国行程规划 OK Maisy B Queen 就说 等你的好书recommendation Thank you 他这里有19个留言 我们去看看 因为我觉得 他们的留言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Amaisy OK 看书很快就到高深学问 OK Angela Duckworth 就是研究Gert Power 在TedTalk所引 她说 看书只需要几十元就可以学到 I do it takes time to master the skill 真的学到 是真的 这里也有人看过 Good Power 在TedTalks的 TedTalks 也真的学到 希望大家 我在这个留言最顶 至顶 就post了Angela Duckworth 她的TedTalks影片 大家 有中文字幕 大家可以看看 好吗 Shandy 真的好 周围找书的repsite 尤其喜欢日本小说 当然是翻译版 请介绍 我喜欢看实体字 一向在图书馆reserve 什么都有 亦不想积聚太多杂物 经常要收拾屋 收垃圾 还要断捨 有一些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 免费在网上下载的 中文书籍 因为我用iPad 曾经应用来看过 一个免费的英文 下载书籍 我遲些找回英文的免費下載書籍 我和大家分享,但中文的肯定有 給我一點時間,我找一條影片說 免費在網上下載中文書籍 Missy 說 Hello Shandy,你有沒有看 Goodreads 和 Blinklist 網站 她經常查看寫的review 如果喜歡,可以先去買書 非常推薦 你有沒有中文的網站介紹 Shandy 可以提出來 我稍後就答應大家分享一些免費 下載中文書籍的網頁 最近她看了兩本書 一本是1984,George Orwell 是動物農場Animal Farm的作者 這本書是挺深刻的 其實她是說一些隱喻人對動物不平等 動物慢慢爭取平等的環境給自己 這本書是學Politics的 這本書是另外介紹的伊朗長大的 她在伊朗經歷了伊斯蘭革命成長的故事 挺深的 可能在香港人來說比較偏滿 但是我猜不到我的網友是這麼高質素的 我很開心遇到你們 尤其是Macy和Shandy 希望這兩位可以多點留言 和我們分享一下你們最近看過的書 因為你們有看的書我都沒有看的 這本書是Shandy說的 她說是插畫 有中文版 不明白歷史的話 想看自己不懂的東西 可以擴闊自己的領域 多謝Shandy bookschool.com 我也上過的 有重本清張 但以小說為多 我將會介紹中文網頁 除了小說之外 有些實用書 或者是歷史書 或者是人民科學 或者是文化的東西 都會講的 我遲下介紹給大家 好嗎 OK 跟著 Shandy 就說 重本清張的小說 好看過日劇的電影很多 但我個人覺得 東野歸吾的電影 好看過她的小說 我問她有沒有看 杜邊淳一的書 專門講男女關係 因為村上春樹 就是講 人們未結婚 婚前那種 男女關係 那種空虛感 和都市的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好像很近 亦好像很遠 但這個杜邊淳一 很拿手寫分外情 當年就拍成這個電影 在影室樂園 草猛也唱過 類似這個主題的歌 大家可以看 好嗎 Shandy 就說 當年有看過書 和電影很震撼 我也認同 OK 我問Shandy 有沒有看過 首寵自寵的 人間昆蟲記 佛陀 火鳥 這一系列的漫畫 都很描述人性黑暗面 很好看 因為 九品芝麻官周星馳 他父親臨死時 跟他講一句 如果你想做一個好的官 你要學壞的官 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我很認同 我們看這些人性描述 他們的黑暗面 不是想學他們那麼壞 而是你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也要知道對方是什麼想法 那你就可以預早有些 情況計劃 好嗎 OK 我覺得讀書其中一樣 那個重點都在 你不需要自己去經歷 但你可以由書本 或者電影裡 學會去處理這些 這麼困難的情況 OK Shandy 就說 沒有看過 看過《怪異》 都不錯 那系列 叫我下次介紹一下 六豬就說 很想聽多些 你對付麻煩客的經歷 學習一下 OK 有些說得 有些未必說得 因為是關乎到公司很多商業秘密 還有 如果 如果 我在這裏說出來 你們有樣學樣 然後 又有可能說 在我上班的地方 遇到我 如果你一早知道我出什麼牌 的話 我就變成 沒有那麼有效 但 無論如何 我也儘管分享一下 好嗎 這件事我也很傻家 不過不會太直接說 OK 或者說部分 阿May Wong 超好的推介 一定會分享給其他身邊的人 多謝你 阿MayMay 阿Wing Jang 就說 我很喜歡清手機的相片 一邊清就找到很多不同的回憶 阿Wing 這個 通常有比較感性的人 才會一邊清那些相片 才一邊回想回這些回憶 我覺得 你這個人也挺感性 OK Mikler Mikler Chan 多謝你介紹 做運動是什麼頻道 我回答了她 就是在YouTube 打 Walk at Home 就可以在家 四格階磚好 六格階磚好 就可以在家 跳三十分鐘的運動 動一下 跳舞 可以出一身汗 減肥 SoulHang Korn 就說 沙姐真的要跟你學阿爺 我不夠膽這樣說 大家互相學習 Vicky 就說 很棒 很快就沒有新嫁 即是unpaid leave OK 大家可以跟著我影片 看看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 Cecilia Lau 讚佩服 不要這樣說 大家互相學習 Flora 想念你沙姐 現在正在做一至三項 會努力去試做第四至九項 至於第十項已經成績匪然 我覺得很好笑 即是 他就說第十項 但如果你未看我這條影片的人 哈哈 你呢 可能很多人都會像他這樣 但他這樣形容我覺得很好笑 Flora說你真的很可愛 OK Johnny Johnny就說 我想將一些菲林底片數碼化 那你很快做 OK YY笑就給表情符號 我也很感謝 Tracy也是 也很感謝你們 因為如果有些人 他不想說太多的話 但你一個表情符號 都已經是很大的支持 因為起碼知道我要多謝的是哪位 T.T.T.說 多謝你的介紹 Work at home 應該是 Walk 不過如果你真的打錯 Walk at home 30分鐘 其實他都會彈出那個人 即是做運動的人 Nancy Jang 多謝分享 我也多謝你留言 Roger 也不是善男信女 Hahaha Pat Chan 表情符號 Mandy Law Mandy Law 是來自澳洲的Melbourne 多謝薩姐 我想他可能這陣子比較忙 OK 是嗎?Mandy OK 魏廷文 給表情符號 Six Cho 也是 給他一個Thumb Up Olivia Olivia 也是 給他一個Thumb Up 還有表情符號 多謝 Ma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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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 歡迎你 iPad iPad 你好 Johnny Johnny 多謝Johnny W Wong Good suggestions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watching 高橋白沙 現世代願意分享的人多 期待你的一條影片 支持 多謝你的留言 因為我需要你們的feedback 你們喜不喜歡 或者除了我現在說 這些代在家 10樣做的挑戰 解悶 解悶 同一時間可以自我珍惜 你們希望多點留言 好嗎? Kenny Kenny 表情符號 多謝 Kwang Lai 多謝 Ken Mok 多謝 Thanks Thanks Shang Nam Chan 都是表情符號 多謝 多謝 我回應了他們 OK 三個回應 叫我繼續努力 好 一定會 Stella 多謝你的提議 我不可以外出時 也有其他工作 祝大家身體健康 好 祝你和家人身體健康 Stella OK Thomas Jung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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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Thomas 如果是善意的批評 我都會接受 OK Edward Leung 說 謝謝分享 東京大飯店之前 都看過 不錯 最近看了一本書 叫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都值得一看 我好像 在網上看過 其實我呢 有一段 鼓勵我的朋友 就是 有一段的文章 在Facebook 我有一個文章 是說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 那個文章 是來自這本書 有機會會看 多謝 Edward C Watang 表情符號 飛龍在天 咦 你有次不太明白 你重看我影片 知不知 你可以Google 飛龍在天 是嗎 OK Macy 就說 好好的意見 我都喜歡看書 看教育的影片 煮飯仔 收拾東西 做運動 I regret by Angela Duckworth 剛才說過 月夜夜 多謝分享正能量 收拾屋 朱小琴 就說 收拾屋 看影片 有什麼書介紹 好 我遲些說 剛才說了 我會介紹一個 中文免費 下載書籍的網頁 到時再說 王子健 說 農曆連下 打後開始 公司已經發電郵 叫員工 home office 我們 怎樣 我們 不能夠 home office 五天 兩三天 早排三天 近排兩天 不用上班 就乖乖留家 那你就乖 子健 介紹她姐姐 看我的 YouTube頻道 但姐姐還沒有留言 可能因為害羞 但多謝 紫健 在身邊 和你的家人 朋友 介紹 成功成為我的網友 Jack Glory Mock 就說 多謝阿莎 聽沙一直說 聖讀十年書 太客氣了 好 好 接著 她說 講專注力的書 這件事是很好的提議 大家是不是 其他人都想我講這方面的東西 我會留意這方面的書 和大家分享 Alvin Bucker 保持健康 覺得充實 大家這樣說 Daisy Jang 學到一些東西 向你致敬 多謝 Jimmy Wong 沙姐你在家裡忙過上班 這當然一向都是 就算不是這段時間 我平時在家裡忙過上班 黃Andy 困在家裡 就看沙姐的影片 多謝Andy大哥大 Iris Iris 就說 我都試過已經轉了電信公司三年 突然間收到信 說我欠交電話費 寄了幾次信 我沒有理他 就沒有再寄信 不知道再過幾年會不會再寄你 有這樣的事 那又覺得挺奇怪 既然他沒有再寄信給你 就有他 不過通常我自己不喜歡 我個人有一點強迫症 有些東西在我眼前 我一定要先處理 起碼不用擔心 將來隔了很久他會追回我 與我早就搞清楚 那就是7 7 就說 7-8時間睡覺 使用你的肌肉系統 讓你更健康 避免疫苗 避免疫苗 Minneless living makes you happier Keep only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 happy Search Marie Kendo Marie Kendo 我說了 Marie Kendo 就是寫 平然心動的 執屋大法 那 Password 那方面我OK 暫時我沒有什麼問題 今次回應了你們的留言 多謝你們給我表情符號 更加多謝給我提議 我記得的 寫行程規劃的網友 叫我這樣做 接著 Jack Gory 叫我專注力那方面的書 另外 Shandy 和Macy 他們都非常智能 叫我分享一下 漫畫的網頁 或者是 中文免費下載書的網頁 我歸納了 好 今次就是今天的回應 我正在剪第二條片 你們有什麼回應給我 好嗎 我今次說了這麼多 Thank you